这次泰国行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来收房子的 所有的计划都是他来制定 然后我只要跟随就行了 来泰国之前我们生活一切如常 就没有什么任何的反常行为 他不见朋友 这次很奇怪 因为每次我们到了曼谷 就是和朋友叙旧 是一个绝对不能少的环节 那这次很奇怪 曼谷的很多朋友听说我们这次回来了 都纷纷约我们吃饭 全都被他拒绝了 一个都不见 他带我所有去的地方 都是国家公园 地广人稀 找不到一个人 找不到摄像头 找不到 什么都找不到 反正就是全是自然风光的那种 还有就是不订机票啊 因为第一站去考埃 我们不管去哪里都是提前一天订机票 第一站去考埃 然后我们是开车去的 然后第二站去美索 我们是提前一天订机票的 第三天我们去 乌文是提前一天订机票的 然后我问他 我说乌文去完以后去哪里 他说我带你去青麦玩 然后但是却没有订机票 一直到最后推我下悬崖之前 我还在问他 你机票订了吗 他说没有啊 不着急 所以其实他的行程里面 已经没有 青麦这一站了 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他选定的最佳地点了 我丈夫平时性格比较内敛 然后呢 他不喜欢工作 然后喜欢研究一些就是 一些非正常渠道的东西 然后也喜欢打游戏啊 喜欢赌博啊 然后 还有一些 比如说什么 跟朋友一起去澳门洗钱啊 之类的东西 他是我朝夕相处的人啊 他是我丈夫啊 并且我肚子里有他的孩子 孩子已经三个半月了呀 你 我怎么可能说想到有这种事情的发生 如果这个事情不发生的话 我真的是想一万年也不会想到 第一间抢救室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其实就在 我的抢救室门口 然后呢 这个有警察过来问话 警察过来问话的时候 是通过警察才知道 My husband out of the door 在这个门口 然后 我说那你把他喊过来 他就把他喊过来了 他一进来 我看到他 我情绪就很激动啊 然后我就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为什么要推我 然后他给我的回答是 老婆你在说什么 老婆你去哪里了 我找不到你 你去哪里了 然后 我就知道他要否认这个事实 走到我的床边 然后就很小声地跟我说嘛 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像 这个事情没有人证 也没有 就没有目击证人 然后也 这个自然挺虚 也不会有摄像啊之类的 一些物证 然后呢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也没有人相信你 然后等一下 警察只不过把我带回去调查一下 还是要放了我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不会放过你的 就是对我会有威胁 你知道吗 然后我考虑到我和宝宝的安全 所以我当时选择了隐忍 就没有把事实的情况说出来 然后他说 如果你不把事实说出来 如果你同意跟警察说 是你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 那么我会在这期间 好好的照顾你 就是在这个医院里 好好照顾你 然后 而且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我受伤太严重了 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 自己都自身难保 说话都很困难 又受到威胁 但是我的意识还是清醒的 所以只能选择自保 那么先听从他的话 他说 让我说我自己掉下去的 那我就说我自己掉下去的 他不是平凡来看望我 这个是错的 我坠牙以后 他是24小时都守在我的病床边上 以照看我的名义 在监视我 我父亲说死刑 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因为他蓄意谋杀 但是我没有死亡 所以我希望能够从众处罚 让大家看到 这个事情 不像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泰国的警方 这种恶性事件 泰国的警方也是很重视的 泰国的法律也是很严格的 如果你们做了这样的事情 逃避不了法律的制裁 所以请大家清醒一点 因为摔下来以后 我身上多处骨折 然后骨折的地方 或者是全部断裂的地方都会痛 但是肚子没有痛 因为如果是宝宝没有了的话 最直接的反应肯定是下体出血嘛 我没有出血 然后还有就是 经过到了医院的救助和抢救以后 医生第一时间告诉我 然后baby是安全的 但是关于这个孩子 我是非常伤心 因为我是非常想做妈妈的 而且对于这个孩子非常重视 那因为 于晓冬对我做的这个事情 那医院又不得不对我进行一个抢救 在抢救的过程当中 有多次手术 麻药 用药 麻飞 还有每天吃这么多药 还有拍那么多X光 我觉得可能已经对宝宝造成了伤害 宝宝可能已经不健康了 所以说 这个宝宝很难存活下来 所以我自己是非常伤心的 虽然他没有杀死我 其实已经间接的杀死了这个孩子 他也是杀人犯呀